好 下面我们看股份公司的第三个问题 股份公司的股份发行与转让制度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股份公司发行优先股 这个内容大家在公司法当中主要是了解个别地方掌握 重点我们在后面证券法当中还会给大家讲到 好 首先看我们讲优先股的发行 大家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优先股 这个优先股它是相对于普通股而言的 因为它相对于普通股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权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优先股 哪两个方面的优先权呢 第一就是当公司有利润的时候 优先股可以优先分配公司的利润 剩余的分配给普通股的股东 第二就是当公司解散的时候 经过清算如果还有剩余的财产 优先股的股东可以优先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 所以我们说它相对于普通股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性 因此叫做优先股 但是呢大家知道权力和义务总是平衡的 对不对 有所得必有所失 所以优先股它有这两个方面的优先权 那就意味着它跟普通股相比 它也有一些不利的地方 比如说它就没有表决权 只对一些特别的事项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所以对于优先股我们可以说 它是以放弃了自己的表决权 来换取了自己的优先权 好下面我们看 优先股发行的主体 只有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 才可以发行优先股 当然什么叫做非上市公众公司 我们在后面证券法当中会给大家介绍 而其中上市公司是可以公开发行优先股的 下面优先股发行的数额 这一点是要求大家要掌握的 不是说一个公司发行多少优先股都可以 对于公司发行优先股有限制 公司已经发行的优先股 不得超过普通股股份总数的50% 而且同时它所筹集的金额 不能够超过发行前公司金融资产的50% 所以大家看双50%的限制 第一就是发行的数量 不能够超过普通股总数的50% 第二就是筹集的资金 不能够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 好下面我们看 关于优先股表决权的限制 我们刚才讲 优先股的股东 它就是以放弃了自己的表决权 来换取了自己的优先权 所以优先股股东一般对公司的事项 是不享有表决权的 但是特殊的事项它享有表决权 什么样的特殊事项呢 大家可以想一件 一定是直接影响到优先股股东重大权益的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 这个内容要求大家掌握 具体就包括了 第一 修改公司章程当中 与优先股有关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优先股 它的股息率是多少 多长时间分一次利润 对吧 那么像这样的 如果说要做修改的话 直接涉及到优先股股东的重要权益 所以它可以参与表决 这是第一 第二 公司一次获累计减资超过10% 大家可以想见 减资这么多 公司还能够赚很多钱吗 再有就是 公司解散的时候 剩余的财产不就少了吗 所以直接影响到优先股股东的重要权益 它可以参与表决 好 再看 第三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 这是非常典型的 公司涉及到生死存亡的问题 当然影响到优先股股东的利益 所以它可以参与表决 好 再有 第四 发行优先股 又多了一群人来分一杯羹 对吧 所以直接影响到优先股股东的权益 它可以参与表决 以及公司章程当中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好 大家看一下 对这些事项 优先股的股东有表决权 我们怎么记 其实很简单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是属于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而且呢 它们直接影响到了优先股股东的权益 所以我们记起来其实很容易 只要把那个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记住了 有些地方稍作调整就可以了 比如说 回顾一下啊 增减注册资本 好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在优先股表决的这个地方 增就是发行优先股 发行优先股 大家想公司不就要增资吗 对不对 但是仅限于发行优先股 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优先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好 减资有比例要求 也就是说 如果只减一点点没关系 减多了那优先股的股东才可以参与表决 就是一次货累计减资超过10% 好 这是第一个特别表决事项 对不对 那再看第二 修改公司章程 我们说了 不是说修改所有的内容 优先股的股东都可以参与表决 一定是影响到优先股权益的 所以呢 修改公司章程当中 与优先股有关的内容 优先股的股东可以表决 好 再看 第三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变更公司形式 这就属于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是不是 好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记住了 下面我们看 针对这些事项 需要双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为什么要双三分之二以上呢 大家可以想见 本来这些事项 它就属于公司股东会 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对不对 因此 涉及到优先股权益 在表决的时候 那么就应该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优先股股东 分别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因此叫做双三分之二以上 普通股 优先股 我们分别计算 到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好 下面我们看 在什么情况下 优先股的表决权恢复 大家想 优先股为什么没有表决权 因为它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性了 所以 当它的优先性得不到体现的时候 那它的表决权是不是就应该恢复 因此 根据规定 累计三个会计年度 或 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的 说明优先股的优先性没有得到体现 因此 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就恢复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为止 公司全额支付所欠股息 或者是全额支付当年股息为止 好 大家看 这里面 关键看 公司是怎么规定优先股股息的支付的 如果说规定 优先股的股息要累积到下一年的 那就是直到公司全额支付完所有的所欠股息为止 如果说公司规定优先股的股息不累积到下一年的 那就是表决权恢复到公司全额支付当年的股息为止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优先股的转换跟回购都是授权公司章程去规定 而最后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当我们在计算一些持股比例的时候 只计算普通股和恢复了表决权的优先股 也就是说一般是不计算 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的 好 计算什么样的比例的时候呢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跟股东大会有关的 像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大家有没有印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 所以在计算这个10%的时候 是不计算表决权没有恢复的优先股的 再有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当董事会监事会不履行职责的时候 我们要求是连续90日以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 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对吧 那我们在计算这个10%的时候 同样也是不计算表决权没有恢复的优先股的 再有向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 这个3%在计算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不计算表决权没有恢复的优先股的 好 以及认定控股股东的时候 也是不计算表决权没有恢复的优先股的 原因很简单 它没有表决权 对不对 它怎么去控制公司呢 好 对于这个问题呢 在这儿大家重点把握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呢 优先股 它的发行要求 就是发行的数额是有限制的 第二个呢 就是优先股对哪些事项有表决权 其他的我们后面在证券法当中再去掌握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19年这个多选题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规定 在公司章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优先股股股东可以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并参与表决的事项 我们刚才说了 把那个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稍作调整 那一定要加上影响优先股权益 A选项 公司合并这是正确的 B 变更公司形式也是正确的 C 累计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超过10%正确 D 公司解散 也是正确的 但凡是合并分立解散 变更公司形式 优先股都是可以表决的 再有就是什么 我们讲增减注册资本 所以发行优先股 以及这个地方减资超过10% 我们刚才说过了 好 再有一个修改公司章程 一定是修改其中有关优先股的内容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ABCD全选 好 下面我们看 股份公司股份发行与转让的第二个问题 股份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 大家想 一般情况下 我们对股份公司的股东转让股份 你不应该限制 不应该 为什么 因为股份公司它是一个纯粹的资合公司 所以股东转让他的股份应该是自由的 对吧 比如说像我们炒股 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 今天买明天卖都是正常的 不应该限制 但是针对特定的对象要限制 为什么那是有原因的 好具体我们来看 首先对发起人有限制 发起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 为什么 因为发起人 他在公司当中持股的比例高啊 大家想 即便是目击设立 发起人最起码也持有多少 35% 所以发起人是谁 他就决定了公司经营的状态如何 对吧 如果说这个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后两个月就把自己手上的股份卖了 大家可以想见 这个公司的经营肯定就乱套了 所以发起人他有稳定公司经营的义务 那么发起人从公司成立之日起 一年内是不可以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等到公司经营相对稳定之后 你再转让 好再看 第二 公开发行股份前已经发行的股份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原始股了 这个原始股赚钱呢 同学们 比如说 有没有同学了解过 马云当年在买华谊兄弟原始股的时候 多少钱买的 五毛钱 华谊兄弟上市的第一天涨到多少 八十多 什么概念 有同学一听 哎呀 老师我到哪儿能买到原始股 说实话 我也很想去投那种成长性比较好 很快可能上市 上市之后能翻N多倍的那种原始股 对吧 但是至今还没有可靠的渠道 所以你就看看你有没有好兄弟 好 针对公开发行股份前已经发行的股份 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期 一年内不得转让 就是这种原始股 上市之日期一年内是不得转让的 好 在这儿要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说贾一年三个人 他们各投资一部分 办了A股份公司 他们三个人就是发起人了 他们所持有的A公司股份是原始股 后来为了把A公司做大做强做上市 于是呢 他们引入了50个战略投资者战略伙伴 好 这50个投资者 他们所购买的A公司股份 也是属于公开发行股份前已经发行的股份 因为此时A公司还没有公开发行股份 好 后面A公司终于走到了公开发行股份 并上市这一步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IPO了 那么此前 贾一饼包括这50个投资者 所持有的A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期 一年都是不可以转让的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 他们同样有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否则的话 这些人当然知道A公司什么时候上市 对吧 好 于是他们投进去买了一大笔 等到A公司一上市 刚才我不是讲了吗 马云当年买华裔兄弟的时候才五毛 上市第一天 80多 好 以上市之后 哇 这么多倍 卖掉了 跑了 最后就留下我们这些 在公开发行的时候 甚至是上市的第一天买到股票的人 在山顶上吹风 合适吗 肯定不合适 所以这些人 他们有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因此 从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期 一年内 不得转让 这就是我们讲的 禁售期 一年 好 下面我们看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关联员 他们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转让是受到限制的 为什么要限制他 大家考虑一下 作为董监高 你持有本公司股份 你持有本公司股份 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工作的时候状态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对不对 不要说董监高了 就是普通员工 你持有公司股份 跟不持有 加班的时候 有本公司股份 肯定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大家想想 这些个董监高 他们知不知道公司 比如什么时候上市 当然知道 他们知不知道公司是赚钱还是亏损 当然知道 所以对他们转让股份就有限制 好 具体的限制 第一 董监高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子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值日期 一年内不得转让 这个道理 跟公开发行股份前 已经发行的股份 在上市交易值日期 一年内不得转让 道理是一样的 他们也有稳定股价的义务 否则的话 董监高 自己先买一大把 上市第一天就卖掉 好 赚了钱跑了 合适吗 不合适 好 再有第二 董监高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 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也就是说 董监高在任职期间 可不可以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呢 可以 但是 有限制 转让的比例不能太高 每年转让 不能够超过 他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也就是 1% 好 于是 就有同学说了 说老师 那这个董监高 按照这个比例算下去的话 他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把手上的股票全卖掉啊 放心 你能想到的 法律都想到了 所以法律规定 如果说董监高 他们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已经不超过1000股 那就一次性 全部卖掉算了 因为这1000股 说实话 你持不持有 也就无所谓了 对吧 好 最后 上述人员在离职后半年内 是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呢 原因很简单 作为公司的董监高 我在职期间 每年转让不得超过25% 那我得等多久啊 我现在就想套利 于是怎么办 先辞职 然后再卖 不就行了吗 所以你能想到的 法律都想到了 董监高在离职后半年内 也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题 单选题 下来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转让限制的表述中 符合公司法的制度规定的是 A 股东转让其股份 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 这是错误的 应该是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 因为证券交易所 它禁止我们国家 上交所 深交所 北交所 对吧 所以应该是证券交易场所 也就是说 作为股东 你要卖你的股份 可以 但是呢 你不能像卖菜那样 拎着篮子 到街上 大街小巷去 走街串巷的卖 是吧 这是不可以的 好再看 B 发钱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期 一年内不得转让 这是正确的 C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 已经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期 三年内不得转让 这是错误的 是一年内不得转让 D 公司董事监视高级管理员 离职一年内不得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这是错误的 应该是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 所以这个题唯一正确的就是 B选项 好 下面我们看 股份发行与转让的第三个问题 股份公司股份回购的限制 大家想 作为股份公司 能不能说 动不动就掏钱 把自己发行在外的股份买回来 当然不可以 他跟有限公司 不能够随便回购自己的股权 道理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和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人投一部分钱 办了一个股份公司 比如王老师投了十万块钱 好 现在假如我持有公司五万股 我要求公司 你掏钱 把我的股份买回去 这不就相当于公司要从他账上拿出十万块钱给我 我把股票还给他 那公司不就减资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前面呢 就给大家分析过 公司是不可以随便回购自己公司的股权或者是股份的 好 下面我们看 那作为一个股份公司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收购自己公司的股份呢 在法定的六种情形下 可以收购自己公司的股份 具体而言 大家看 第一 他收购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比如说 A公司本来有注册资本一个亿 好 现在觉得公司的发展有点跟不上 我们要减资两千万 于是呢 抛两千万出去 把自己发行在外的两千万的股份 把它买回来 这样的话 公司就减资两千万 变成了八千万 所以如果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资 没问题 可以回购 好 这种回购应该要经过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 为什么 增减注册资本 都是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要经过 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才能够通过 好 第二 因为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资 所以自收购之日起 十日内应当注销 注销那公司就减资了 好 再看第二种情形 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这个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 A公司 我们假定 有一个B公司持有A公司的股份 百分之一 好 后来A公司发现 这个B公司还不错 于是呢 我想把B公司给兼并了 后来A公司果然 他就吸收合并了B公司 那在这种情况下 B公司的主体资格都消灭了 就变成了A 所以A公司他就持有了自己公司的股份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所导致的 好 针对这种情形 第一 也是要经过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 为啥呢 公司合并 所以要经过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才能通过 好 第二 买回来的股份 应该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是注销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A公司他就有选择了 他可以在六个月内再转让出去 看有没有人要 或者是把它注销 如果注销的话 那就会导致A公司减资了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三种可以回购的情形 是股东 因为对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 决意持异议的 要求公司收购他的股份 那公司就应当收购 大家看啊 这一点 跟前面讲到有限公司 股东投了反对票 要求回购有区别的 有限公司当中 股东如果在股东会上 对公司合并分立 转让主要财产 投了反对票 都是可以要求公司回购的 但是呢 股份公司 大家看 仅对股东大会上 所做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的决议 投反对票的 才能够要求回购 不包括转让 主要财产啊 这一点 在案例分析题当中 出现的频率 是比较高的 好 大家想 作为一个公司 在合并分立的时候 股东如果投反对票的话 那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 原来在这个 中国旅业 合并山东旅业的时候 这个山东旅业的股东啊 就认为这个中国旅业 出的这个价格 他们不满意 于是呢 就要求公司要回购自己的股份 好 没问题 回购就回购 而公司分立的话 它可能会导致 原来这个公司 本来规模挺大的 好 现在变小了 有的股东 他不愿意 于是呢 投反对票 要求回购 所以这里面 一定要注意两点 必须是针对 合并 分立 第二是 一定是投了反对票的 才能够要求回购 好 投了反对票的 公司在回购之后 应当在六个月内 转让 或者是注销 所以公司买回来 也是有两种选择 六个月内 转让出去 或者是注销 而注销的话 同样 它就导致公司减资了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四种 可以回购的情形 是将股份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是股权激励 我们在前面提到 公司的董监高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份 工作的状态 肯定是不一样的 大家想想 你自己作为一个员工 是否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工作的状态 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比如说 如果你持有 你们公司 自己的股票 晚上叫你加班 哪怕你加班到十二点 你仍然很高兴 为啥 因为你赚的每一分钱 自己都有份 你是公司的主人 所以到了十二点钟 你会跟自己讲 我们是快乐的加班人 假如你不持有 自己公司的股份 让你加班 到了六点钟 可能你就想 加什么班呢 我挣的钱 全都是别人的 还是想想 我们到哪去撸个串啊 吃个火锅呀 对吧 所以 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是股权激励计划 对公司来讲 也是比较有利的 现在呢 也是很多公司 通行的一个做法 一般人怎么办 就是公司掏钱 把发行在外的一部分股份 买回来 然后呢 奖励给特定的员工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五种可以回购的情形 是将股份 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 我们把它简称为 可转债 这个可转债 它跟一般的公司债券不同 一般的公司债券呢 它就是代表公司的债券 而可转债 作为债券的持有人 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他可以申请 把债券转换成公司股票 于是他就从债券变成了股东 对吧 好 我们说 公司把股份买回来 用于转换可转债 为什么允许他这么做呢 其实主要是一方面 他可以降低公司融资的成本 同时呢 从上市公司的角度 他还有一定的套利的空间 为什么这么讲 举个简单例子 一般也是这样操作的 比如说 A上市公司 他发行可转债 5个亿 为什么发行可转债 一定是这个利率 相对于银行借款的方式 要低吗 否则的话 大家想 他直接向银行借款后一样 是不是 所以一般人言 这个可转债的利率 比如说免利率2% 这是比较正常的 好 A公司 作为上市公司 他发行的可转债 5个亿 而其中有一部分 比如说一个亿 用来干啥 用来购买 自己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 比如多少钱买的 10块钱一股买的 好 买回来之后 这个股票自己先留着 就等着看 看什么 这些个债券持有人 他们不是可以申请 把债券转换成公司的股票吗 好 后面 比如说 等到可以转股的时候 这些债券持有人要求转股 而他们转股的价格 比如有可能多少钱 12块钱 好 现在A公司就可以 直接把自己存下来的 买回来的 这10块钱一股的股票 给那些债券持有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以一方面 A公司 他在发行债券的时候 融资了 同时呢 他又套利了 因为他买的时候才10块钱一股 而给那些债券持有人的时候 是12块钱一股 每股还赚了2块钱差价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回购自己的股份 用于转换可转债 好 最后一种 是上市公司为了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 所必须 于是呢 进行回购 那么这种回购的情形 主要就是 在股市不正常下跌的时候 当上市公司 他的股票的股价被低估了 通过什么方式 通过回购的方式 提升自己美股的价值 以稳定资本市场 比如大家知道那个股神巴菲特 对吧 他的公司为什么股价那么高 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30多万美元一股吧 不是30 是30多万的 为啥呢 因为一旦他觉得自己公司的股价不合理的时候 他就回购 减少股份 以维持自己的股价 所以他的股价为什么那么高呢 而我们国家在18年的时候很典型 就是很多公司的股价已经低于他的净资产了 于是呢 就200多家公司通过回购的方式提升自己的股价 当然今年也是一个典型 很多炒股的同学应该深有体会 反正王老师是深有体会 今年股市不咋定 所以呢 有很多公司都公开了自己回购的计划 大概是有120多个上市公司 而前面这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已经实施了多少呢 大概是90几家吧 都已经实施了回购了 说明什么 同学们 炒股不靠谱 还是老老实实的考诸快 我们老老实实的挣钱 对吧 好 后面这三种情形下的回购 大家注意 基本的规则 第一 应当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当然 也可以依照公司章程规定 或者是股东大会的授权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所以原则上经过股东大会表决 因为要回购股份嘛 但是如果公司章程有规定 或者说经过股东大会的授权 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表决也可以 好 再看第二 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是不能够超过本公司 以发行股份总额10%的 比如说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你不能买太多 如果你买太多的话 那对其他的股东来讲就是不公平的 好 再有第三 如果是上市公司应当要通过公开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不能通过协议的方式去购买 好 最后 所回购的股份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是注销都可以的 所以跟前面讲到的六个月内转让或注销那就不一样 对吧 好 最后 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为什么 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 A公司有一个股东张三 他正好持有A公司的股票 我们假定价值1000万 好 张三呢 他从A公司买一批货 正好应当付款1000万 但是张三跟A公司讲 不好意思 我现在没有钱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正好持有你们公司的股票 我把这1000万的股票质押给你们公司 担保我支付货款 A公司讲 行吧 好 后来就把这价值1000万的货给了张三了 等到付款的时候 张三讲 不好意思 我没钱 直接拿那个1000万的股票给你吧 同学们 这就相当于 A公司 他掏了1000万的资产出去 把自己发行在外的1000万的股份买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最终的结果 他将会导致回购 这就是为什么 不允许公司接受本公司股票作为质押权标的的原因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题 单选题 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于2017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下来关于假公司股份回购事项的说法 不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注意 不符合 A 假公司你减资100万 购回发行在外的相应股份 必于购回后第5日注销 这是合法的 为了减资可以回购 在回购之后10日内应当注销 好 必答案 假公司你与以公司合并将以公司持有的股份购回 并于购回后第8个月注销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购回之后在6个月内要么转让要么注销 好 再看 假上市公司你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应当通过公开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 这是正确的 回购用于转换可转债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 应当要通过公开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 再看第 假公司应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可以经股东大会决议 购回不超过已发行股份10%的股份 这也是正确的 后面三种原因 包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是股权激励 再有就是购回之后 用于转换公司的可转债 以及公司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的价值 及股东权益 那么这三种原因的回购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是不能够超过10%的 所以我们选错误的 那就应该选币 好 再看 这个例题 案例分析题 恒例发展 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 对资产重组和公司债权发行 事项分别进行了表决 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共持有4.5亿股 有表决权的股票 关于资产重组的议案 获得3.1亿股赞成票 好 我们看 对于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应该是一个特别表决事项 也就说要经过盗会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3分之2以上 所以这个表决的结果 是符合要求的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获得2.3亿股赞成票 发行债券 这是一个普通表决事项 只需要盗会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议案 也能够获得通过 该次股东大会宣布 两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在上述两项议案的表决中 持股比例为0.1%的股东 孙某均投了反对票 根据前述表决结果 孙某认为 两项议案的赞成票数 均未达到法定比例 不能形成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 孙某还对恒例发展 通过置换方式 出让主业资产持反对意见 所以要求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恒例发展的全部股份 被公司拒绝 好 我们看 他有权要求回购吗 没有 我们说了 股东只有在股东大会上 对公司合并分立投了反对票 才能够要求回购 所以问 第一 临时股东大会 做出公司债券发行决议 是否符合法定表决权比例 并说明理由 我们分析了 是符合表决权要求的 答案就是 临时股东大会 做出公司债券发行决议 符合法定表决权比例 因为根据公司法的制度规定 发行公司债券属于普通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过万数通过即可 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为4.5亿股 2.3亿股赞成发行公司债券事项 应该是符合做出决议的票数要求的 好 再看第二 恒例发展是否有义务回购股东孙某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并说明理由 答案就是没有义务 恒例发展没有义务回购股东孙某的股份 因为根据公司法的制度规定 股份公司股东 仅在对股东大会做出的合并或分立决议 持异议的情况下 才有权请求公司回购其股份 而本次交易并没有导致公司合并或者是分立 所以交易完成之后 公司是继续存需的 那么它是不可以要求公司回购它的股份的 好 讲到这里 给大家留一个公司法课后的作业 公司法必做的案例 因为公司法我们在前面讲到 他向来喜欢跟证券法结合在一起 考一个大的案例 所以大家在课后一定要认真地做练习 一是指南的233页 大家看案例题三 这是一个股份公司的案例题 所以大家回去一定要认真地做一做 好 讲到这里 股份公司这一节就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讲了关于股份公司的设立 股份公司设立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发起设立 一种是募集设立 而募集设立的情况下 发起人所认购的股份 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35%以上 好 如果说募集设立 召开创立大会 做出了设立公司的决议 没问题 公司可以登记成立 但是募集设立也有可能会设立失败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公司没有能够按期募组股份 或者公司没有按期召开创立大会 或者创立大会没有做出设立公司的决议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发起人 他要对设立公司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任股人已经缴纳的股款 要承担返还并加算同情银行存款利息的责任 好 然后我们讲了股份公司的组织机构 股份公司组织机构三会 分别是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 那么其中股东大会 它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对于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大家要记住三大事项 第一 增减注册资本 第二 修改公司章程 第三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公司形式 而针对股东大会的召开 我们要知道股东大会的年会 应当要提前20天通知到全体股东 临时会应当提前15天通知到全体股东 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要召开股份公司 股东大会的临时会议呢 我们总结了就是 缺人 缺钱和有人提议的时候 也就是董事不足法定人数 或者是章程锁定人数的三分之二 以及公司没有弥补的亏损 达到公司持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 再有就是有人提议 包括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提议的时候 董事会提议召开 以及监事会提议召开的时候 好 关于这个股东大会的召集和主持 那么首先呢 是董事会由董事长主持 然后呢是副董事长 如果说副董事长也不能够履行职责 就是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选的董事 好 如果说整个董事会都不能够履行职责 那就是监事会负责召集和主持 如果监事会也不能履行职责 就是连续90以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0%以上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然后我们讲了公司的董事会 对于公司的董事会 那么其中他能够决定的事项 一定要记住 就是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可以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以及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的制定 他还可以决定高管的人选及报酬 好 对于董事会的人数 是5到19人 然后董事会做出决议 我们要求无论是开会还是表决 都是过半数 也就是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出席 在表决的时候 应当经过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然后我们讲了关于上市公司 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 关于独立董事的问题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涉及到 独立董事他的任职资格 什么人不能够担任独立董事 但凡是在上市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当中任职的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是不可以担任的 再一个就是 持有该上市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者是前10名股东当中的 自然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再就是 在持有该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 或者是前5名股东单位当中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那么这些人现在不可以 前一年有这些情况也不可以 好 以及在上市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当中 担任法律 财务 或者是咨询服务的限制人员 这是不可以的 好 然后我们讲 针对这个独立董事的话 他至少要占到 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而其中至少要有一个 会计专业人员 独立董事最长的任期呢 是不能够超过6年 同时独立董事 他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当中 担任独立董事 好 然后我们讲到 公司的监事会 这个监事会的职权呢 跟有限公司一样 就是检查监督提议提案诉讼 好 其中监事会的开会 每半年就要召开一次会议 然后我们讲了 关于股份公司 股份的发行和转让事项 那么其中股份的发行 主要是针对优先股 优先股在发行的时候 我们要求 首先它发行的数额 不能够超过普通股总数的50% 同时所筹集的资金 不能够超过公司 金融资产的50% 然后优先股一般情况下 它是没有表决权的 但是特殊情况下 它有表决权 那什么样的表决权呢 就是我们讲 公司的股东大会 特别表决事项 稍作修改 那么其中包括发行优先股 再有呢 就是公司一次货累计减资 超过10% 那么再有呢 就是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当中 关于优先股的有关事项 好 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变更公司形式 好 然后我们讲了 关于股份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 首先转让的场所 应该在法定的证券交易场所 注意不是证券交易所 然后针对特定的对象 转让股份是有限制的 针对公司的发起人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 针对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 已经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 然后针对公司的董监高 他们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不能够超过25% 好 他们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 而这些人在离职后的半年内 也不得转让 好 然后我们讲了 关于股份公司 原则上它是不可以收购 自己公司股份的 但是特殊情形除外 一共有6种特殊情形 第一种目的就是为了减资 好 在收购之后 应当在10日内要注销 第二呢 就是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其他公司合并 在购买之后呢 应该在6个月之内转让 或者是注销 好 再有呢 就是意义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就是在股东大会上 对公司合并或分利 投了反对票的股东 有权利要求公司回购其股份 而回购之后 应该在6个月内转让 或者是注销 好 后面的三种分别是 用于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是股权激励 再有呢 就是回购之后 用于转换可转债 再有就是为了维护 上市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所必须 好 后面这三种情况的回购 第一就是应当要经过 股东大会的决议 当然如果说公司章程有规定 或者是经过股东大会的授权 可以经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决议表决通过 再有第二就是 因为这三种原因 公司合计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是不可以超过公司 已经发行股份总额的10%的 再有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 应当要通过公开 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 而且公司应该在三年之内转让 或者是注销 好 最后公司不能够接受 本公司的股份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而是有的本公司的颜色 我们的离子动作为质押权的 巾押权 和向前转的一定形成 下路的一切 因为有点子动作为质押权的